国泰世华保险室7.4亿现金 现在特征组征办的最新进展 证实这当中5.7亿 马家帮吴淑珍买了海外债券 已经被汇到了美 欧 欧等6个秘密账户 另外追查的时候也发现 金库藏放的现金 最高的金额一度达到了10亿8千万 不过对于这个部分 特征组很低调表示不便说明 人家在国泰世华金库当中 藏的不止7.4亿元 特征组怀疑原本正确的金额数目 疑似高达10.8亿元 检方发现原本一直以为的7.4亿 只是据款当中的三分之二 这部分被搬到原大马家保险室 还有3.4亿元不知去向 特征组发现在93年3月总统大选之后 发生凯道抗议事件 10.8亿现金变少了 疑似被贬加领走 95年9月红山军期间 7.4亿元被吴淑珍托人搬走 而这7.4亿当中 5.7亿由原大马家 带扁家购买海外债券 被特征组发现之后 再分成20笔汇到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 一共6个秘密账户 另外1.72亿元 藏放在马家人头户当中 目前已经被检方查扣 检方也发现重要时间点 例如选举期间 或是有凯道抗议活动 扁家似乎都有危机意识 计划性的搬钱 而且都尽量不用汇款的方式 来留下痕迹 除薪几率藏钱藏到海外 还有3.4亿不知去向 等待贬加成员来说清楚 这一期的许志明 郭阿琪 台报道